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374集 敌人节磁架而出 把兵之事不再提起 诚如武赵所说 人皆有其能亦有其不能 用人之道也是取其长而必其短 喜去暴虐之姿的女皇 算是真正领悟到了选贤任能的真谛了 敌人节经历此事 也愈加地谦虚谨慎滋滋求善 人与人的差距就是那么一点点 如果昔日李昭德也懂得自省 或许结局就大不一样了 武赵掌权的这十五年间 改元成了再寻常不过的事 神功年号也没能持续太久 不过托此年润腊月的福 这一年的年号勉强坚持了半年 至来年三月初一 祭祀明堂的时候才再度改元 视为胜利元年 与以往相比 这个年号非常的特别 没有吉祥的寓意 胜利者国运也 女皇以国运为年号 似乎透露了内心的想法 改元之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派遣道士前往泰山 设金鹿宝斋 举行为期七天的天罗大叫 祈求消灾迷惑 设计平安 这似乎印证了朝野的猜测 女皇开始认真考虑 武州的国运和未来了 最焦急的人自然是五成四 但能做的他都已经尝试过了 依旧无法获得胜券 现在他是无权又无人 只能靠收买道士和宦官 在孤母耳畔吹风 自古天子未有以异性为死者 可是这样的说法早已经是苍白无力 反之五轮的地位就稳固吗 虽然他比以前自由 但是却不敢掉以轻心 时至今日 母亲从未向他流露过传位的意思 关乎武州社稷存亡 连妹妹太平也无从智慧 祭统之事仍有变数 群臣虽深知 身居宫中的女皇 已经开始考虑身后事 只是私下一论 却没有人公开检言 因为干预立储而获罪的教训 太多了 上至三朝宰相 岑长倩 下至市井之徒 王庆之 连女皇最信任的内侍范云仙 也身遭腰斩酷刑 前前后后死了多少人 谁还敢掺和这桩麻烦事呢 然而 再大的难题 总要有人去破解 不顾己身 敢于禁言的人 还是出钱了 依旧是敌人节 三月末的一天 并非朝会日 敌人节叩格求见圣驾 女皇在瑶光殿 与张氏兄弟游乐 懒得再去外朝 便命宦官将其引入尽中 敌人节踏入瑶光殿之际 见女皇正与张昌宗下双路旗 张义知府秦住信 遂在殿门外 垂首而立 内外有别 皇帝在后宫游乐 外臣不宜打扰 爱卿啊 快进来坐吧 武诏招呼他进来 但是却没有停下手中的棋子 高岩福忙将坐踏摆到一局边 敌人节不禁粗眉 宫廷礼法 何其森严呢 试想过去 女皇几曾容许外臣坐到他的身边呢 内外书以男女有别 这样做合适吗 他犹豫片刻 但是 想到今日有关乎设计之言要说 便行了大礼 斗胆就坐 武诏朝的笑道 朕拿 连输给这小子两盘 爱卿乃 智谋广远之人 不妨帮朕参谋一下 双路旗 源于天竺 范文约波罗赛 未尽之事传入中原 很快就风靡南北 与对弈 出仆其名 成了上至帝王将相 下至范夫走卒都会的游戏 更有许多赌徒 以至下注 博彩 虽说玩这种棋 颇靠运气 但是 其中布局复杂 也要凭借巧思 昔日 太宗李世民 将玉妹担扬公主 许配给大将薛万彻 公主不喜驸马 嫌其为人粗鄙 太宗文之 便招他们夫妻入宫 与薛万彻双路相搏 故意落败 赠予配刀 公主见后 觉得驸马也不乏聪明 自此夫妻和睦 一套双路 有黑白棋子各十五枚 骰子两枚 刻有从一到六的数字 另配棋盘已知 棋盘有十二道竖线 沿线钻有许多孔洞 释放至棋子之处 游戏开始时 棋子接在棋盘边缘 双方皆按骰子 投出之数行进 谁先将十五枚棋子 尽数走进几侧六条刻线 便可获胜 故刻线之外 则称外盘 刻线之内 为之宫内 民间双路 多用木头制作 宫中之物 自然是华贵得多 女皇手中黑子 便是戴帽所制 张昌宗手中白子 是玉制的 棋盘乃是檀木雕琢 长三尺 宽一尺 高两尺 会有花木鸟兽 等金漆花纹 敌人杰虽受女皇嘱托 却没有此等爱好 一直是观其不语 该你走了 武照见他一直不言 便问道 爱卿见证何事啊 敌人杰这才从秀中 掏出一份奏书 却未展开 只是秉奏道 李凯固率军北上 叛军诸步 豁灭豁降 现于高德武会合 请示朝廷应对墨河之策 原来啊 墨河首领起起众像 起似比语 虽接受李进中策封 却没有直接参与叛乱之战 而是忙于战据地盘 扩充实力 如今 周军收复失地 两步战又不战 降又不降 朱将不敢擅自处置 故尚书请示 武照制出骰子仅得两点 皱着眉头 移了两步棋子 说道 墨河两步乃高丽顾将 本与朝廷一心 不过叛乱之际 首属两端 未敢与朝廷开战 可见 也并非不知天高地厚之辈 八成是打算搞割据 朕若执意讨之 未免有失度量 不妨先礼后兵 可前使 封齐齐众像 起似比语二人为国公 令他们前子入朝为制 并将布中 置于安东都户监管之下 他们肯答应自然最好 若不答应 发兵讨之也算人质易计 是 敌人杰深表赞同 国土紧要 不可姑息 但是叛乱方定 将士疲惫 此时能不动兵 就尽量不动兵 女皇这个策略 可算是老成持重 于是又问道 那陛下 打算给他们什么封号呢 爱卿看着安排便是 对封号这类的事 武赵一向较真 现在却允许敌人杰 自己决定 可见极为信任 说话间 张昌宗连续投出两个六点 所有白子都走入宫内 武赵苦笑着 把棋盘一推 哎呀 又输了 朕今日啊 手气实在不佳 张昌宗必席跪地 嬉皮笑脸地说道 陛下 天纵神锐 九州设计 了若执掌 区区双路 怎会不胜呢 不过是 懒得跟微臣计较 故意相让 武赵见他这么会说话 不禁一笑 从腰间解下一枚 晶莹剔透的玉佩 朝得一抛 赏你吧 但是他扭头 对敌人杰说道 朕当年与天皇玩这个 十胜八九 现在可是真老了 脑筋跟不上了 敌人杰虽比女皇年轻 却也是年近七旬之人 女皇说这话 便似是两位老人 闲话家常 敌人杰却道 陛下福寿无疆 何可言老 常言道 秦其施酒 皆可通神 臣再旁观之 觉得这棋盘之中 蕴含天意 天意 双路不胜者 因宫中无子 此乃上天警示陛下 储君之位 不可空缺 此言一出 不但武赵已冷 张昌宗也指出笑容 连在一旁 抚琴助兴的张一枝 也停了下来 哥俩对视一眼 匆忙起身 退入屏风之后 武赵没有料到 敌人杰竟有此讽见之策 低头扫了一眼残局 不禁感慨 爱卿着实厉害呀 好一个一语双关 窗户纸既然已经捅破 敌人杰也不再绕弯子 起身失礼道 陈文受天命者 皇王之大业 统设国政 恩泽云云 为国本者 储父之卫虫 上城葱挑 下故离线 国本之大 不可不悟 皇储之众 不可不利呀 武赵沉默不语 双眼仍紧盯着空荡荡的棋盘 这些道理还用别人告诉他吗 莫看他现在整日和男宠斯文 其实心里一直在为此仇烦 敌人杰见他不说话 却也没有抗拒之意 于是进一步放胆道 今外间议论纷纷 府立何人多有揣测 臣蒙陛下拔着之恩 唯以国事之重 当子时节 敢不畏郡分忧 以臣四肢 至亲者母子 至重者宗庙 陛下之皇位 源于大唐 昔日文皇 智风暮雨 亲茂风笛已定天下 遇传之子孙 天皇大帝 临终以二子托陛下 陛下不辞劳苦 代为执政 本是出于慈爱 但若设计遗于他族 岂不又为天意 这番话说的已经很露骨了 就差挑明要恢复礼堂了 但是武赵却没有发脾气 只是默默地听着 固然因为他年老 力气有所收敛 更因为此时 他已经别无选择 压制复辟势力的事情 他没少做 大臣杀了一批又一批 结果如何呢 按道水里边的木头 终究要浮上来 这固然因为 礼堂就得尚在 也是因为武士 没有杰出之人 却更是因为 他是女子 国作骨血 不能两全 这个矛盾 是永远无法解决的 日月消磨 光阴四溅 他以这把年纪 汇集记忆没有用 总得给天下人 一个交代吧 敌人杰筹谋已久 物字滔滔不绝地说着 况且孤职之与母子 孰亲孰姝 陛下丽子 则千秋万岁后 佩时太庙 成绩无穷 丽职则为文职 为天子而奉孤于庙者 若武士之王继统 非但天皇不屑时 一恐陛下不得祭祀 其实这些话 都是老生常谈 当年李昭德就曾剖析过 但是相较而言 敌人杰的态度 就更显诚恳 武照每个字都听到心里去了 似乎也唯有让儿子继统 他才能和李治共眠前领 若是侄儿继统 怎么可能让他和先朝皇帝 躺在同一墓穴之中呢 难道死后还要孤零零的吗 这岂不是太凄凉了 然而他还是打断了敌人杰的话 立除乃朕之家事 请不必多言 王者以四海为家 陛下之家事 即为国事 君为元首 臣为股功 一同一体 或 臣被谓宰相 岂能不言 汇报君武 只是借口 他今日入见 就是为了立除之事 怎容女皇回避呢 武照无奈而笑 实在是服了敌人杰这副 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的镜头 却也有几分感动 毕竟这是第一个 不为己惑 敢于直输凶义之人 他叹息道 知道了 此事容赞好好考虑一下 过几天再说 话已至此 敌人杰还能再说什么呢 只好坐一道 陛下 圣谋弘远 此即苍生 必有明智抉择 臣 但求早定原谅 以安 设计 人心 说吧 他恭恭敬敬地 辞驾而去 武照望着敌人杰远去的背影 心有所思 他并非是不赞成敌人杰的论调 不轻易表态 实是心有所忠 经过这些日子的反复思虑 他心中隐约有了一个立处方案 大体与敌人杰所言相合 但是还是有差别的 这个立处方案 与以往争论的都不同 至今为止 没有任何大臣提出过 所以他也必须谨慎行事 唯恐贸然提出 因朝野争议 陛下 张氏兄弟从屏风后走出来 武照已经没有心情 听琴下棋了 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朕想静一静 你们退下吧 是 兄弟俩失礼而退 脚步却有些迟处 走到店门口嘀咕几句 又立刻回转 双双跪到女皇面前 你们这是何意啊 张昌宗支支吾吾地说道 陛下恕罪 方才敌宫的话 我们也听得了 觉得陛下确实是该 该 该尽快立处 是啊 张义之也说道 陛下为国为民操劳一生 早定下储君之事 也好心无挂虑 安享晚年 武照气乐了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啊 你们也跟着凑热闹 快别烦阵了 他的口气甚是轻蔑 在他看来啊 张氏兄弟不过是 两个消遣之物 年少无知 尚不如薛怀毅 指望他们对朝政 有何弊意吗 张昌宗见女皇一脸戏谑的表情 心中甚是着急 又道 陛下 我兄弟 确实一片忠心为您考虑 为今之计 唯有复利 庐陵王为四 才能君臣 皆安 朝野 无余啊 武照仿佛被针扎了一下 顿时一正 他宁然注视着这两个男宠 与其说是惊讶 还不如说是恐惧啊 立处之事 关乎无数人的富贵前程 连两个玩物也卷入其中 四肌尽言以妖恩宠 可见外间群情纷纷 此事何等可不啊 更可怕的是 他们一开口就 武照年纪虽老 但是脑筋却不慢 随即意识到 此等要紧之事 绝非这两个小子能够揣摩得到的 于是转而问道 这话是谁指使你们说的 这回轮到张氏兄弟大吃一惊了 哥俩对视一眼 低头说道 并无指使之人 实是我兄弟一片忠心 武照冷冷一笑 你们听说过 宦官大将军范云先芒 他若冠之时 就服侍在镇的身边 跟随镇安前马后五十余年 到头来 因为干预立储之事 还是被镇给处死了 而且是腰斩 张氏兄弟听到此处 浑身站立 仿佛想到自己 被一刀两断的惨象 你们已犯下不赦之罪 若肯招出指使之人 朕或可法外开恩 若执意欺瞒 罪加一等 留神你们张家满门的性命 被他这一通吓唬 张昌宗哪里还咬得住啊 匆忙叩首 陛下开恩 这话确实是别人教我们的 谁 欲 欲使忠诚 急 急需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